MING PAO TORONTO Hi 大家好 我是云 欢迎来到我频道 今天的视频又是一期巨丰富的穿搭项购物分享 大大小小一共有40多件单品 这一期的亮点可能是各种精致的独特的不易壮款的短上衣 以及几条版型巨好的裤子 另外这一期光吊带裙连衣裙就有10多条 各种平价的包包也有5678个 总之也是非常丰富的一期 另外我也会尽可能多的给他们多做一些搭配 那么我们开始吧 今天就不按分类介绍了 大家跟着我的喜好乱来吧 首先是这条粉色的Polo 0短上衣 它是针织面料的 不过是这种超薄的款式 在夏天不会闷热 我给它搭配的是一条浅色的牛仔裤 粉蓝状色的小皮鞋 整体感比较简约干练 短上衣最优秀的地方就有它的版型了 我的上半身偏瘦 但是手臂上还是有一点多余的肉揉 我觉得它的修饰效果是确实还不错的 上面的几颗扣子可以打开 呈现一个比较自然的小V字 可以增加肉肤面积 修饰颈部的线条 细节面料 大家可以看一看 给它搭配的这条牛仔裤 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呀 浅蓝偏白 比较寒泛 但是对身材的要求又没有那么高 赞 我刚想说它的腰围对我来说有一点大 顺手拿起了桌上的软齿一凉 是我自己 从64瘦到了59 我都惊呆了 除此之外 我真的超爱这条裤子 非常百搭 本期也不知不觉 拿它搭配了很多条 而且面料是很薄的那种牛仔 非常适合夏天 接着是这条黑顶白花的连衣裙 它是娃娃裙款式的 所以是完全不收腰的 上期出现 大家的呼声还挺高的 这一件舒服到什么程度呢 奋战618 我最近都窝在家里办公嘛 我就把它当成了家居服再穿 上半身是有一点内衬的 裙摆单层面料 很轻肤 很凉快 整体对身体没有半点束缚感 花色比较大气 版型上它是一个灯笼袖 不是泡泡袖 我觉得不存在显尖宽这个问题 鞋子是一双很可爱的草边拖鞋 上面是一颗小香日葵 它的材质是很轻的那种 是可以下水的 红个材质有两双 这双蝴蝶结款式的也不错 帽子是度假必备的 草边大宽颜帽 因为工艺本身的问题 帽子里面都会有一小处错开的线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非常非常非常好看 本期还有一顶就是这个 一会儿大家看效果就好了 这款没什么bug 也不会勒什么的 而且超级百大 Bruero最近风还挺大的 我入手了两件 这件绝美的白色衬衫 它已经下架了 就这件绿色的短袖 还有价格是109 它的面料是比较薄的 淡淡的一抹绿色 很适合夏天 前面是一个夹背带的设计 丝带抽绳防两个小蝴蝶结 在这里倒不是少女 叫甜酷 短款的 非常适合搭配高腰裙 或者高腰下装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另外还看上了几个不错的款式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芒果黄的这条半裙 是不是超有设计感 上面是这种雾面柔胶效果的皮质 下面是两层迷彩色的蛋糕拼接 一开始会担心皮质的包囤裙 会不会特别限制活动 或者面料过于硬挺等等 结果到手 是很柔软的皮质 质感高级 上身很舒服 穿脱方便是最重要的 这一套是黄绿状色的 上衣短款刚刚好 T恤加半裙 就是比较常见的look了 Slogan和裙子 有一个顺色的强调 整体感挺强的 两件最终面料的泡泡 是软上衣 你们听声音应该可以变这个面料 就这种 这一件我觉得超好看 它虽然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上身的版型非常好 刚才搭在吊带裙里面的就是它 这一件是叫我预期之外的惊喜 原本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会踩雷 结果意外的很好看 经典的蓝铒配色又来了 这一套可以完全超作业 回头率贼高 裙色后面也会有 细节上这一件的袖口 是有一段抽绳绑带的 前面是一个假开心 背后有拉链穿脱 非常方便 第二件同样是内容面料的 就我身上这个白色的 它的款式就是圆领的 然后两个泡泡袖 看起来比较简单朴素 可以作为各种小吊带背心 或者吊带裙的内搭 但其实它本身的版型上身 也非常有气质 完全可以单穿 像这样搭一件简单的牛仔裤 小丝巾做发式点缀 再踩一双小高跟 轻发式复古风有木有营造出来呢 作为内搭效果也很棒 反正这两件绝对是我本期的杰作之二 另外它呢面料是不会透的 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件浅蓝色的泡泡袖短商衣 很精致很有设计感 而且很显身材的一件 同款还有一个白色和黑色 价格是89 这一件的版型 其实上身就不用我多说了 真的完美 好看 紧身的话 我买的时候最担心 它会不会有扎人的线头 或者它的松紧太紧了 会勒到之类的 到手并不存在这些问题 搭配这条偏OL风的半裙 是一套清新的职场风装扮 侧边有一个小拉链 方便穿脱 整体是没有弹力的 比起上一件 这一件对身材的要求会比较低 上一件比较性感 这一件会比较随性和仙气 我买的是绿色的 同款还有一个红色和白色 这个绿色其实还挺特别的 比较少见 而且很显白 款式也属于比较有设计感 随便搭一搭就很好看了 这一件我觉得是买家修 会比卖家修 还要好看很多的一个款式 面料是泡泡褶皱感的雪纺 很清凉 单层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多物的这条花边吊带就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 到时候真的完全没有失望 它的细节超级丰富 你有一种买了一件手工艺术品的感觉 这一套搭配的是刚才的白色泡泡袖衬衫 吊带不是紧身的款式 对我来说有一点余量 所以有妇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会勒出来 面料是水洗做旧效果的 上边是手工剪花工艺的虚碎 但是因为是手工的 这样情况下会有一些掉落 肩带可以调节 仔细看它的布料还是有压花暗纹的 布买兰的这条也是Happy Studio 同款的卡其绿色也非常好看 整体是宽松休闲风的版型 这种裙子我买的时候最担心 它做久了会不会起褶子 早上美美的出门去晚上拉拉踏踏的回来 但我毫不留情面的蹂躏了它几次 发现还好不属于易皱的 面料很挺阔而且很清凉 化重点它很清凉 老实说这是一件不愿意出闲置的单品 需要注意的是它的腰线不高 是一条主张随性自然的裙子 不要想着会多修饰身材比例 T恤的话这一次买的比较少 我现在插过一条白色的 个人真的很喜欢它这个图案 颜色都是饱和度比较低很温柔的 白色的可搭配性比较高 随便套一套就可以出门了 版型偏宽松但不会太大 面料厚度适中是适合夏天的 图案其实还挺街头风的 但不会太繁复 不知道你们最注重T恤的哪个方面呢 我对此已经麻木了 这个夏天的T恤我拿出去摆 也得是个不小的摊位了 如果给你几个关键词 校园女神夏日操场艺术照 除了制服衬衫摆折裙 你还能想起什么元素呢 当然就是一件运动风的无袖背心 最简是可两面穿的白色和黑色 开玩笑了 我穿上来还是一股假小子的味道 黑白我都很喜欢 内搭这种蕾丝花边的抹胸 就可以安心的围走光了 夏天这样子穿真的无敌凉爽 白色的这一面也很好看 长度比较长 可以直接搭一件热裤 下意失踪 细节面料 看这里 这件短款的无袖背心 可以搭在各种T恤 或者工装风衬衫的外面 当然我自己会更喜欢蕾丝抹胸 然后直接单穿 背后的图案跟前面也是一样的 区别于那种窄肩的背心 这件的肩部设计是更飞的 整体更有坎肩的效果 我给它搭配的是一条浅蓝色的牛仔短裤 整体是比较日式感的 鞋子好像没有搭配好 把它塞进下装来穿也是好看的 刚打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味道 毕竟它的印花面积好大哦 赞一下就没有了 图案实际上是很精致的 面料也很不错 给它搭配的这条深色的牛仔裤 我个人也很喜欢 版型有一点白目大短裤的意味 非常遮肉 面料很软 但是很有型 不会带来束缚感 颜色和版型是很特别的拉 但是我形容不出来 不会有人觉得它不好看吧 不会吧 面料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 蓝色的这一线衬衫是雪仿面料的垂坠感很好 他们家很多衬衫我都有收藏了 价格还挺美丽的 版型是很好看的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bug 面料垂坠顺滑 扣子的花色大小 算是这一类衬衫里面比较fashion的 当时也是一眼看上了这一点 细节面料大家可以看看 一套的这一件白色半裙我也入了 搭配起来效果还不错 它是偏包囤款式的 但是不紧身 架版是一个小百折的款式 它本身是不透的 但是不能塞很深色的上妆会有一点痕迹 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啦 剪裁很修饰腰臀又非常百搭 面料是西装料不易皱 接下来是两条无敌修饰腿型和拉腿的阔腿长裤 一条是这个蓝白格纹的 这条的面料手感真的很好 就摸了又想摸的那一种 有点遗憾来不及把它收进裤子合集 因为这条的版型比上一期的那条格纹裤还要好很多 非常显高显瘦 面料比上一件要相对厚一点点 但是也是OK的 长度也非常合适 搭配紧身的短上衣T恤都很好看 花里红哨的这一条也是今年比较流行的款式 这一条包括上面那一条这两条的面料都是比较清凉 是适合夏天的 尤其是这一条 它只有薄薄的一层面料 而且走路还带风 我来穿的话裤子有一点长 但我并没有要一系它的意思 因为其他维度都很合适 裤脚简易到就OK了 我现在先给大家看一下我没有动过刀的样子 高个子姐妹可以直接入了半型 真的绝了 面料垂坠感很好 不易皱 它是松紧腰的腰臀效果都不错 细节花纹大家可以看看 差点忘了说这一件白色的 我真的太太太太喜欢这一件了 整个面料质感还有它的设计 我给你们放了几张卖家秀的图 他们家衣服我也买了挺多的 基本上都是所见即所得的 它的面料除了正面 其他的背后和袖子都是有一点点透的 但不是那种很没有质感很廉价的透 这里要跟大家提一下 细节大家看看 橄榄绿的这一件整个颜色和版型更中性风 穿上以后你会很微妙的发现它的版型就是更修饰身材 这套搭配是比较阴气比较适合通勤风的 看来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种休闲风和平底鞋 换完look就很得意的瞎转悠 它可圈可点的地方还挺多的 首先是它居然很奇妙的非常显缩骨 另外也显得肩膀很薄 还有就是实际上它的面料是压麻的非常清凉 同款还有一个蓝色 给它搭配的西装裤也是这家店铺的 单价稍高 但是整个质感做工和分量也都是上了一个台阶 这家店铺是偏休闲简约日系风的 本衣服质量要求比较高 或者正在寻找职场风穿搭的妹子可以去看一看 长度到我膝盖上面一点点 确实是一个比较端庄更适合通勤的长度 版型很阴气 是内容比较修脸的A字型 不是内容比较幼灵感的大A字 尽管这样它还是很遮容 它的剪裁就是严谨到 你只扣扣子忘了拉拉链都不会被发现 绿色的这件光泽感断面衬衫 我已经有一点词穷了 可以只说好看吗 我觉得这件真的酷女孩必备 面料是断面的 带有一点光泽感 两个口袋上方都有精致的刺绣 本来是想搭配酷一点的工装风长裤 谁知道又踩雷了 最近我又看上了这种工装风的短裙还不错 而且绿色搭配卡其色也是很经典的一组 说回这件上衣吧 它的小细节还蛮丰富的 袖口领口都有小刺绣 而且每颗小扭扣上都纹着品牌的名称 另外除了当衬衫穿以外 它还可以做小开衫的搭配 这件卡通撞色的也超可爱 我一眼就相中了 然后这件的面料是非常非常薄的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会热啊 图案很有童趣感 就是可爱学生妹的感觉 所以我给它搭配了一条棕色的背带裙 再配一双老爹鞋 单牛仔裙之外也是可以的 反正下妆款式简单一点 颜色淡一点就好了 面料是偏薄的 在本期介绍的T恤里面属于最薄的 长度有一点点长 不过因为它比较薄塞进下妆完全没有压力 同样面料比较薄的是这件黑色的图案T 都是比较休闲洒脱的风格 而且我个人很喜欢这种做旧的文字样式 另外它的颜色不是纯黑 是有一点偏灰绿色 版型还不错 下面有一排红色的slogan 像这种摇滚风的乐队T 我真的是看它一件买它一件 不知道为什么过了这么久 它还是根植在我的审美里 日常纠结这个颜色到底是绿色还是蓝色 姑且叫它Tiffany Lamba 听起来也很高端 它配上这个白色真的很名利亮眼 青春少女 我多搭配搭配 多展示一些吧 一般大家还是比较在意它的颜色图案是吧 质量方面我到手的这些都是物有所值的 一开始我是拒绝这件衣服的 一直挂着 我觉得它太简单了 在一个三四十件衣服的分享里面 它就是个再平淡无奇的存在 直到有一天想起来要试一下 真香 非常清凉 非常随性无拘束 也不挑身材 遮肉显高 单层面料 但是很有质感 很有分量感 我在想 这大概就是上期热评要的长裙吧 搞定 比较有设计感 面料做工也很特别的是这件 掐肘的白色连衣裙 它是有一点弹力的 超舒服 这一件还有一个黑色的 我在里面搭了一件泡泡袖 最近挺迷手工的 会自己DIY这种类似于蝴蝶结的胸针 用来做点缀 非常好看 单穿的效果是这样子的 偏修身少女感很强 因为它面料的肌理感 和它不规则的小掐肘 这一件的逼格就挺高的 个人觉得是物有所值的一件 纯白色 带里衬 面料有弹力 这条吊带裙颜色我有纠结过 最后选了这个藏蓝色和孔雀绿色拼接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会比一般的吊带裙更有气质 如果你想要走更少女风的 可以考虑一下同款的一个绿色 我觉得这条上镜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排除它的美 懂得自懂 外出度假绝美 很好出片 日常的话搭搭开衫也是OK的 我这一次有挑了两件 但是都踩雷了 内搭衬衫也是可以的 另外很绝妙的是它还有两个口袋 像我们这种爱插带的哭女孩 还不得给它点个赞吗 紫色的这件也不错哟 我穿的是S麻的 胸腰围都有一点余量 个人感觉再多个七八斤的妹子来穿 也都是OK的 长度合适 非常显高显瘦 它的面料是自带一点鸡鲤感的 胸下围和腰胯的部分做了一点掐折分区 视觉重点会往上提 更显高 另外这个紫色超级显白 搭配白衬衫作为内搭 效果更复古浪漫了一些 米色双排扣的这一件是短款的 它的版型应该会更适合大多数人 微微有一点收腰 西装领双排扣鱼尾下白 比较经典常见的版型 同款还有一个雾霾蓝色 这个杏色的我感觉会比较温柔 单层面料挺垂坠的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蓝色的这一件超长裙 它是泡泡秀的 这个面料质感我自己也很喜欢 然后背后的掐折做得不错 拿到这种露肤比较少的长裙 又带有一点浪漫主义的泡泡秀元素 我就会联想到一个比较知性 睿智的形象 它的长度是偏长的 我腰我八到小腿中下 穿上高跟鞋的效果会好很多 这个蓝色呢有一点难形容 天空蓝 另外它的面料摸到手也是挺满意的 带有一点褶皱机理感 里面有一层内衬 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一视频 别忘了